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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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康特现在还和老者女儿走得很近 如果阿祖法知道了这个情况 他估计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老者和老者女儿真的帮助了阿祖法很多 他们的善良和支持 让阿祖法在困境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但对于康特来说 他的这种行为却会让他失去阿祖法的信念和尊重 现在康特其实没有什么钱了 这几天和老者女儿寻找阿祖法的时候 都是老者女儿给他钱买东西 这种意外他人的行为 让康特显得软弱和无能 他应该尽快去赚钱 因为他知道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 经济基础是生活的保障 也是承担责任的前提 网友认为康特其实也要知道 如果他真的放不下自己的阿祖法和孩子们 那就要承担起自己该尽的责任 他不能仅仅依靠情感的冲动去行动 而应该用实际的努力去为他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环节 他需要找到工作 努力赚钱 为家庭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 阿祖法的生活却充满了艰辛和奋斗 他最近都在捡垃圾卖了换钱 这个看似卑微的行为却展现了他的坚强和不屈 他知道生活不会因为困难而停止 他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生存 平时的生活更是省吃俭用 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阿祖法明白 只有这样才能为孩子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哥哥每天都忙得灰头土脸的 他不仅帮妹妹建房子 还有很多家务事情 他也会顺手做一下 哥哥的勤劳能干 让阿祖法感到无比的心悲和感激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哥哥的存在就像一座监视的靠山 给了他无尽的力量和支持 一直以来 阿祖法忙顾而充实 他最近都没有停下来休息过 要照顾孩子 要做饭 也不好意思让哥哥一个人忙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他就会默默去帮忙 他知道 家庭的幸福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他不能只依赖哥哥 他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实 这时候如果康克过来的话 正好就可以让阿祖法的哥哥早点回去了 哥哥也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不能一直为了阿祖法而盲目 但康特就像他的卡车一样 在关键时刻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刨锚 他的不靠谱 让阿祖法感到无奈和失望 好在阿祖法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指望他了 他知道 生活不能依赖他人 他必须靠自己 即使没有哥哥的帮助 他也会一个人慢慢做他该做的事情 不会在这里等着康特过来 什么也不做 他要用自己的双手 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阿祖法的事迹 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与美好 在困境中 他没有放弃 没有抱怨 而是以坚定的信念 和实际的行动 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他的坚韧和勇敢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 但只要我们像阿祖法一样 保持乐观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困难 努力去奋斗 就一定能够战胜生活的挑战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阿祖法继续着他的忙碌生活 每天早起照顾孩子 然后去捡垃圾 回来做饭 再帮忙哥哥建房子 他的日子虽然辛苦 但却充满了希望 他知道 只要自己不放弃 未来就会越来越好 而康特 他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内心挣扎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他在寻找阿祖法的过程中 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他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他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老者女儿也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明白了康特的内心 他知道 康特心中真正爱的人是阿祖法 在生活的魔力下 每个人都在成长和改变 阿祖法变得更加精强和独立 康特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他们的实际还在继续 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或许 在不久的将来 康特会真正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努力工作 为阿祖法和孩子们 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 而阿祖法也会原谅康特 一家人重新团聚 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两个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